早前你曾經就是拿着舊巴巴士 然後在你On Duty 期間拿着巴士 把巴士放在路中間 那麼這個行為是對乘客 以及對路面的其他道路使用者 構成一個很嚴重的安全問題 這個行為公司是不能夠容許的 亦都是一個永續紀律違規 就著這件事 公司現在要引用僱傭條例第七條 向你發出終止僱傭通知 首先想你看一看 根據有關的條例 你可以得到以下的補償 你看一看 尤其是第六項長期服務金 其實你是未夠五年 大公司在這個情況下 用了一個絕對的著情權 去向你發放長期服務金 所以總數你可以得到的是76806.85 這個數是包括了七天的工資代金 今天我就向你派這張支票 上面的抬頭人是葉惠林小姐 那我現在麻煩你在這裏簽收這張支票 我現在暫時不會簽收的 之後你們怎樣決定 或者現在你決定怎樣 或者決定離開 要我即時離開這個廠也好 怎樣我都會好接受的 但這件事我暫時不簽著 不好意思 我有權我自己有權保持我的執務 我有權不接受 OK 我想解釋給你聽 其實簽和不簽呢 其實你的庫容合約呢 今天都已經結束了 不要緊要不要緊 明白我絕對明白 你不簽的沒有問題 知道知道 不過我也要你交一個職員証出來 知道好 你現在交出來 這個沒有問題 那我現在收了你的職員証 是 還有項繩麻煩 我沒有項繩 你扣一些錢 我一向都沒有拿項繩 OK 所以你的項繩沒有辦法還給公司的 是 你扣錢 OK 如果你不簽收的話 這個貫容通知現在都是有效的 所以你… 那我可否認低呢 我給你的嘛 你會給我 我給你的 你喜歡你就拍吧 就是隨便你 哪件東西給我 這張 支票我不會收的 OK 支票你會收多少呢 你寫下 你說我不收支票 你拒絕收支票 你寫下它 這個是事實來的 這個你在這裡寫著 本人拒絕簽收 這個事實來的 QC邊 顏色的色字 QC邊 QC邊 然後顏色的色字 錢收 那是我 避擦回來 什麼 這張 這張 我叫你寫的 我叫我 等一下 拍下 不行啦 這張是你的嘛 不是這張 Cao 你們都要協底的 好 你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就不讓你拍下了 為什麼不拍下了 這張公司的嘛 不是你 這張公司的 那是怎樣呢 你可以拍攝一張 可以